哈哈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东孟 欢迎回到我们快乐的东孟人物志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 刘邦与项羽展开了为期两年的新洋对峙 由于刘邦背靠着这个庞大的关中基地 资源不挤源源不断 所以一时之间项羽也没有好的办法可以击败刘邦 于是双方就耗上了 这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做的当时的天下局势图 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也说到了 由于刘邦五十多万人 打项羽的三万人没打过 把这个颜面扫地众汉清理 手下的两个郡娘都宣布脱离了刘邦的阵营 也就是地图上的这个区域 此时刘邦和项羽已经陷入了这个对峙的情况 但是刘邦他不能坐以待毙 所以首先刘邦要做的就是 攘外必先安内 先把自己反叛的这两个郡给收回来 所以刘邦就派遣了韩信挥兵攻打魏国 这个魏国也就是之前我们说的 从刘邦那里脱离出来的郡 独立称王之后的国家 韩信得到刘邦的命令之后 就向这个魏国发起了进攻 一个左边腿 一个右阵灯 来偷袭来骗 很快就把这个魏国给灭掉了 韩信在灭掉了魏国之后 就把这个魏国魏王的这些家属 全部送到了刘邦那里 并且此时韩信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给刘邦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里要求刘邦给他增兵三万 韩信在这封信里面信誓旦旦的说 这个刘邦只要再给他三万人 他就可以打下北方的所有国家 帮助刘邦扩大领土 这封信到了刘邦手上之后 刘邦一看 刘邦理所当然的 就觉得韩信这个屌人在吹牛逼 北方三个国家 赵国 戴国和燕国 虽然都不是什么特别强大的国家 但三个国家拧成一股神 都可以和项羽或者是刘邦 进行短时间的这个军事对抗 而此时韩信手上有多少人呢 韩信手上的大军还不过十万 再增多三万最多十万 你能灭掉这三个国家 你以为搁这吹蜡烛呢是吧 的确我们从后来现代人的眼光 来看这封信 韩信他的确是撒谎了 韩信他撒了一个什么样的谎呢 他告诉刘邦说 再给他三万人凑齐一个数量 他就可以打下北方的所有国家 但是这是一个骗局 他和赵国和戴国打井行之战 就是消灭这个赵国戴国的主力的时候 他身上只带了三万多亿点人 根本就要不了那么多 这是撒谎 这一定是撒谎 当然啊 这个韩信是如何靠这三万多亿点人 灭掉这三个国家的 我们后面再讲 而此时刘邦他得到这封信 虽然他觉得不太可能 怎么可能十万人就能打下三个国家 但是刘邦他是一个非常能听得进 别人话的人 韩信想去北伐 刘邦权衡利弊之后 那北不北伐其实对他的损失也不是很大吧 所以他就支持了韩信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领导 有的领导他们明面上说支持你 实际上暗中下半子 但刘邦不是那种人 刘邦支持韩信 是真的把权力都下放给了韩信 而且刘邦也不搞什么外行人 管内行人这种幺蛾子 可以说刘邦在做领导上 真的是非常的有一套 然后刘邦就派了三万人到韩信那里去 韩信如愿以偿得到了 从刘邦那里的三万人的这个增援部队 韩信就带着这个大军开始去 攻伐这个北方的戴国和赵国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给大家画这张地图里边 赵国和戴国两个国家 虽然都不是什么大国 但是他们面对比他们强大那么多的汉国 他们都知道这个存亡齿寒的道理 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对抗韩信的北伐 韩信这次北伐 我们可以具体来讲一讲 韩信他想要攻打赵国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其实也不止一条路 最短的路就是穿过太行山 而太行山大家一听就知道 这是一条山路 这条山路有多崎岖多陡峭呢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 这个太行山最高点和最低点 相差几百米 全程都是下坡 运送这个资重的车 必须要靠几个人拉着 他才不会滑坡 不会自己滚下山去 并且韩信的部队 只要任何一个人脚一滑 那就是尸骨无存 就是这样一条天险之路 这条路的险恶程度 可以说跟刘邦的韩谷关一样 都是属于一夫当官万夫莫开的地形 而这次韩信的对手是赵代联军 赵代联军的首领是陈渝 不得不说陈渝这个人 他也是个人才 早年间因为不满这个项羽的分风 所以他站起来闹市 渐渐的成为了一方的霸主 但是这个人他有一个坏毛病 他就是喜欢标榜自己是正义之士 当时陈渝手下有个谋士 知道韩信要走太行山这条山道 于是就告诉陈渝说 我们的部队是韩信的三倍还多 我们只要派出一点点人 恶守住这条绝路 那韩信就完了 如果守住这条路的出口 韩信就会陷入进而进不得 退也退不得的两难境地 自然很快就会被击败 韩信当时也很害怕陈渝会这么做 因为只要是个正常人都会这么选 韩信也不是没有预备好其他的道路 其实还有一条路可以走 但这条路的话 需要绕开整个太行山脉会耗费很长很长的时间 并且此时项羽正在扩军备战 分秒必争吧 说不定什么时候项羽就打来了 韩信刚开始的时候 以为陈渝也会像那个谋士说的 恶守住这条道路 所以他有点焦头烂额 但是万万没想到 韩信他高估了陈渝 陈渝一听到自己手下的谋士说的这个提议 当场就回绝了 说这个男子汉大丈夫 当然要堂堂正正地打仗 把这种阴谋诡计传出去 把这个有损我正义的名声 韩信当时是在陈渝的这个大本营里有间谍的 间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韩信 韩信一时之间都不敢相信你知道吧 韩信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瞬间 甚至觉得陈渝在钓鱼 但是经过一番打探之后 韩信发现陈渝这个人已经开始在其他的地方安营扎债了 真的放弃了这条路的防守 韩信这才明白 陈渝这个人他不是在钓鱼 他是真低唇 于是韩信就带着大部队迅速地通过了太行山 激动到了这个平原地区 与这个陈渝展开了正面决战 陈渝的部队三倍于韩信 陈渝这个时候也是自信满满 觉得自己这边的人就算一人一口唾沫 都能把韩信给淹死 并且韩信安营扎债的地方又很诡异 看起来像不会打仗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韩信他把自己的这个大本营 放在了一个很诡异的位置 他安营扎债这个地方背后就是一条大河 陈渝看到韩信选择的这个阵地 哈哈大笑 陈渝笑这个韩信根本就不会打仗 只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 于是双方就在次日展开了激战 史称锦形之战 锦形之战刚开打韩信带着自己的部队 突击陈渝的大部队 看起来是这个气势逼人 而由于韩信这边的人比较少 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这波攻势很快就被陈渝给化解了 并且陈渝他也发现 韩信的部队开始溃散逃命了 连韩信本人都骑着马往这个大本营里跑 于是这个陈渝就更加坚定 这个韩信根本就不会打仗 菜得一逼 于是陈渝下令所有的部队都追击韩信 务必要砍掉这个韩信的狗头 于是陈渝的大部队就出了城 一路撵着韩信来到了河边 却发现韩信的大本营里竟然有接应的部队 但是此时箭在弦上部的步伐 是陷阱也在打 就这么掉头跑了传扬出去 外面的人不得说他陈渝是个懦夫 并且陈渝自己的部队翻倍于韩信 说什么韩信都打不过他 于是陈渝率领的大部队朝着韩信的大本营 开始冲击 此时的韩信逃到大本营之后 指挥着自己的这个接应部队应战陈渝 韩信站在营帐里对士兵们说 兄弟们 大家看到我背后的河了吗 河水这么急 根本无法渡过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们能走的路只有一条 那就是杀死敌人 当韩信手下的士兵听到韩信的分析之后 一时之间都明白了自己现在能做什么 如果杀死不了敌军自己就没有活路 于是每个人都英勇作战 舍生忘死 陈渝三倍于韩信的部队 既然吃不下韩信这支部队 双方激战一个时辰 都未能分出胜负 陈渝也明白一鼓作气 再而摔三而结的道理 直到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也没有机会 趁着自己还有优势兵力的时候 赶紧撤退从长计议 这才是上计 于是陈渝下令撤退 但是在此时此刻 陈渝他一准备走回头一看 发现自己的营寨 就是刚才自己的那座城里面 到处都插满了韩信的旗帜 原来这个韩信在引陈渝来进攻自己 这个变成背水一战的这个阵势的时候 早就做好了谋划 韩信提前让自己身边的两千轻骑兵 趁着夜色摸上了陈渝营寨旁边的高山 陈渝全军出击 追击韩信的时候 这两千轻骑正好冲进迎寨 杀死了看守之后 把所有的旗帜都换成了韩信的旗帜 旗帜数量很多 陈渝看着这些旗帜一时也不知道 这个城里到底有多少韩信的部队 陈渝手下的士兵 接到这个撤退的命令 结果回过头一看 就看到了这一幕 他们慌了呀 此时已经是前后夹击的态势了 陈渝的士兵又看到自己老家都丢了 逃无可逃 这不是死路一条 于是就开始纷纷开始溃逃 而韩信的士兵看到了这个城上插着旗帜 都以为这个大部队已经攻下了城 已经来增援了 于是士气大上 于是陈渝就这样被韩信给击掰了 这场战役史称景形之战 这一战之后 韩信击溃了赵国和代国的主力 然后迅速的平定了赵国和代国 而更北方的燕国看到两个国家一瞬间就灭亡了 也吃不准这个韩信手上到底有多少兵 反正肯定很多 你想想啊 这个两个国家一瞬间蒸发了 燕国他就怕呀 然后这个时候呢 韩信又正好给燕王写了一封信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说你抓紧点投降 不然我可要进来了哟 于是这个燕王毫不思索的就投降了韩信 韩信从八月份开始北伐 到灭掉北方三国的十月份 只花了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北方三国凭空消失了 此时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所做的这个地图啊 天下形势就是如此 从前刘邦只能从西向东的进攻项羽 而刘邦的兵马和指挥能力也很难打得过项羽 所以老是吃亏 而此时此刻韩信扩大了大汉的领土 大汉的领土扩展到了将近两倍 可以从西往东打 也可以从北往南打 而这两边啊 他们进攻的这个领头者 一边是除了项羽谁都不怕的刘邦 另外一个是跟项羽不相上下的韩信 而楚国只有一个霸王 并且楚国唯一一个跟项羽可能水平差不多的人 那个人叫英部 这个人也被刘邦给策反了 项羽此时几乎就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但是唯一一点好的就是项羽他成功了和齐国 展开了和谈 获得了齐国的支持 于是在没有后顾之忧的这个公元前205年的冬天 项羽听从这个范增的建议 就是之前啊在那个鸿门宴上建议项羽杀刘邦的那个人 就是范增 可以说啊 他是这个项羽身边唯一一个带了脑子的人 项羽听从他的建议 围攻行养 行事危急无比 项羽大兵家境 而韩信还在离刘邦千里之外的地方 这可如何是好啊 但刘邦这个人他不笨啊 他用了一个细策 就让项羽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项羽当时派了使者去让刘邦投降 刘邦准备了一桌非常华丽的饭菜 来接待这个使者 当这个使者坐下告诉刘邦自己是项羽的使者的时候 刘邦做出大吃一惊的样子 刘邦说 哎呀原来是霸王的使者呀 我还以为是亚父的使者呢 来人把这个饭菜都给他换了 亚父也就是这个项羽喊饭增的称呼 大概意思类似于干爹 刘邦说完这个话之后 几个侍从上来 把刚才华丽无比的饭菜 全部换成了粗茶淡饭 什么意思 就说你项羽不如这个范增呗 这个使者啊 感觉自己和自己的主人都受到了羞辱 于是回去之后 就把这些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项羽 项羽听后勃然大怒 然后范增又来催促项羽攻打形容 项羽就不听范增的了 他觉得这个范增可能和刘邦有交易 并且所有人都尊重你不尊重我 什么我才是霸王啊 这个项羽他就很生气嘛 他反而就跟这个范增反着来 双方爆发了这个激烈的矛盾 大吵了一下 范增这位后半生都在辅佐项羽的这位老人 他终于是累了 他叹着气对项羽说 你好自为之吧 他实在是不想管项羽了 就辞了官归营山林去了 项羽后来突然想明白了 觉得自己做的可能真的有些不对啊 于是就派人去找范增 结果找范增的人回来告诉项羽说 范增已经死了 原因是因为背上的毒疮爆发 最后死了 项羽这个时候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说是什么了 这个老人啊 对于项羽可以说是失望后定 不知道他怀着到底多么绝望 多么落寞多么悲伤的心情 才会导致因为这个事情 气得自己的顽疾都爆发了 最后要了自己的命 但是不得不说范增真的选错了人 可能项羽真的是做霸王的材料 但是他真的不是做帝王的材料 就像范增自己评价善羽的那一句 数字不足欲谋 但是项羽这个时候 他带着范增的遗愿 继续率军攻打行羊 行羊再次陷入了危急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 会发生些什么的 一之后事如何 我们请听下集 下集呢 就是刘邦传的最后一集了 我会讲述 刘邦是如何登上帝王的宝座 建立汉朝 我也会讲刘邦是如何杀死 直接帮助自己的功臣的 甚至我们也会讲一讲 刘邦和匈奴之间的故事 好的 我是东孟 是一个总有一天会成为百万家